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,汽车已经成为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,尤其是在度假的时候,自驾游已经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潮流,沿路可以欣赏到美丽的风景。 而且,世界上有千千万万条路,一般城市的道路平淡无奇,农村的道路则显得有些安静。 不过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险路?今天,小编就为大家介绍一条世界上非常危险的道路,挪威大西洋海滨公路沿线的风景非常美丽,它装在山峰上,另一段溅在海面上,周围是一望无际的蓝色海面,远处的山峰高大雄伟,与天空相连,附近岩石上的绿色苔显显得格外清新,是一幅诗情画意的滨海画卷。 从上面往下看,这条细长的公路仿佛漂浮在水面上,与这些美景融为一体。 然而,就是这样一条沿途迷人的公路,却被视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公路,在当地也被称为世纪建筑。 为什么这么说?你看,它建在小岛,岩石和山峰之间,这条路崎岖不平,弯道多,因为它漂浮在海面上,不时会有波浪卷起,拍打在路面上。 而且,道路的宽度很窄,如果遇到大风天气,方向不易掌握,一不小心就会掉进一望无际的大海。 因此,它的危险性被当地人认识到,即使它危险的名字路人皆知,但它还是挡不住游客的脚步。 在这里,你经常可以看到几辆自动驾驶汽车从这里经过。 当然,每辆车之间的距离是绝对安全的,没有人敢在这条高速公路上为所欲为。 一位来过这里的游客曾谈起它的感受。 当它经过这段公路时,周围的风景让人陶醉。 它开得越远,似乎越没完没了。 它觉得自己要开到天上去了。 因此,这里又被称为通往天堂的道路。 这条公路可以说是世界上一条特殊的公路。 来一趟,一定会打破所有的烦恼和疲惫。 你还知道哪些特殊道路?